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原来说是无人驾驶的汽车 就在此时这个奇巴的车主打开了后窗户 开始与美女收费员张谈 收费员彻底梦了 原来这个车主将方向盘和驾驶舱都移到了后座 前面却成了在人的座位 想问问这个车主这么改不怕看不清楚路 会发生交通事故吗 这个奇巴的车主都觉得说 自己就是喜欢挑战喜欢冒险 喜欢尝试别人没有救过的事情 喜欢自己动手改装一些东西 有时候会有些惊喜的发现 这么改装自己的车 只是为了体验体验在后面开始是个什么感觉 还真是个有个性的小伙子 我们可以从网友拍到的途中看到 车主不仅把方向盘移到了后座 而且将中共打的显示屏全都移到了后面 这样一来 后座才是主驾驶员和副驾驶员带的地方 但是坐在后座能看得清强的路马 尤其是开业制的时候很容易发生交通事故 若是大晚上从车前进里看不到司机 也是会把路人吓一跳的吧 但是像这种大胆的想法 我知道在中国会不会被交警开发单呢 反正在国外倒是将美女收费员吓了一跳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